提醒大家5月份要缴交房屋税 缴纳期限是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建议多使用行动支付缴款 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 而至于在地震中造成房屋毁损的部分 地方税务局也有减免的措施 请纳税义务人特别注意 5月份开支房屋税 提醒屋主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税务局建议多使用行动支付缴款 可以参加千元礼券抽奖 113年房屋税已于5月份要开征了 那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房屋税缴款输已于4月19号全面寄出 那如果有乡亲没有收到房屋税税单的 可以从本局或者是预理分局 做零贵的申请补发 或者是可以到各公所的财政客申请补发 那也可以透过网路或者是电话的方式 拨打8226121向本局申请补发缴款书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提供多元化的缴税方式 除了可以现金缴纳转账缴 还有可以信用卡方式缴纳 那我们也推广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APP缴纳 那如果用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APP 扫描缴缴款书上的QR Code缴纳 那我们会在开征结束后抽出15名 1000元礼券的奖金 那欢迎各乡亲多加利用 至于地震造成房屋毁存的部分 税务局也有减免措施 民众的这个房屋如果有受损在三成以上的话 那可以拍照向本局申请灾害减免房屋税 那如果受损三成以上不及五成的话 那房屋税可以减半课征 如果是回损超过五成以上的房屋可以全免房屋税 那有透过花莲县政府申请红单或黄单的 房屋那花莲县地方税务局也会主动核准免税 乡亲就不需要提出申请 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方式十分多元又方便 请民众记得5月31号前要完成缴税 有任何一位也可以拨打税务专线来查询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